这是一次改变战争的轰炸行动 然而轰炸的目标却在最后一刻发生了改变 长期为何会成为替罪羊 美军气象部门连续发出错误天气情报 油量不够 一级侵扰 斯维尼如何危机情况下完成致命轰炸 过不了美军 只能冒这首信 日军情报部门发现美军飞机动向 参谋本部却忙于忽悠日军高层 长期原子弹事件发生的同时 日军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符合日本人的运行的做法 特别是日本人的日本军 第三枚原子弹神秘消失 美军却为何对此只字不提 兵者鬼道连 也许是三颗 也许还有许多 今日茶场 特邀夏宜东 王建勋为您解释 长期原子弹事件背后难以解释的谜团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不可思议的原子弹一回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在日本九州岛小仓市的历史国馆中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展区 它有一个看起来非常有诗意的名字 叫做《那天如果天气晴朗》 但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名字的背后 却隐藏着日本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原来这个展区展示的就是1945年8月9号 美军原子弹在日本长期爆炸时的流入景象 那一天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但对于小仓市来说却是死里逃生的一天 原因就是那一天不是晴天 那么长期原子弹爆炸事件 到底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仓市 有着怎样的瓜葛 美军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背后 又到底还有多少这些难以解释的秘密呢 让我们一起回到1945年 从那生惊天动地的原子弹爆炸声中 一看究竟 1945年8月9日 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机场 一架名为伯克之车的美军B-29轰炸机 正在进行紧张的起飞工作 而在伯克之车的旁边 只见一个人把双手放在胸前 食指交叉 褚褚的在墙的一角默默对着上天祈祷 犹如一只胆怯的羔羊 他就是这次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 斯维尼上校 三天前 他刚刚参加完美军队广岛的核轰炸任务 他执行的是轰炸效果观测任务 驾驶的是艺术大师号战绩 而仅近距离第一次轰炸三天之后 斯维尼上校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他将参加对日本的第二次核轰炸行动 并且此次 他将担任原子弹在机的飞行员 凌晨三点三十九分 伯克之车装载着胖子 从提尼安机场起飞向日本飞去 斯维尼一次次祷告 希望自己和三天前 在广岛头下原子弹的飞行员 保罗蒂贝茨一样幸福 然而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 飞机刚起飞不久 仪表台上的邮箱警报灯 就突然亮起红灯 并且邮表指针开始急速下降 经过急速人员紧张地排查之后发现 伯克之车的一个油箱出现了故障问题 600加仑的燃料无法使用 斯维尼粗略估计了一下航程 他认为燃料基本够用 便决定继续飞行 当伯克之车飞到硫磺岛上空的会合点时 另外两架提前起飞的观测和照相飞机 本应在此处会合 可是他却只遇到了一架 另外一架迟迟不见踪影 斯维尼在此处等待了30分钟之后 看着本就不多的燃油 他决定放弃等待 笔直弹向日本小舱飞去 我们说这次美国飞行员 他的投单任务可以说并没有那么顺利 那么主要负责投单的伯克之车号 在到达预定地点之后 发现了却没有成功的会合 他只看到了一架B-29轰炸机 那么另一架却神奇地消失了 我们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主要的因素是紧张 悉尼亚尼大 有人说你第一次执行任务也很紧张 那为什么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能够那么顺利呢 在广岛执行这个投掷原子弹是很顺利 因为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时候 这些人他是不知道的 他只知道要投掷一种非常特殊的炸弹 但是这个炸弹特殊到什么样的地步他不清楚 认为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常规炸弹 但是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之后 这些人进来了 从来没有见过原子弹 这样一看原子弹是这种特殊的炸弹 超出了自己的这种想象 超出了自己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当然了在执行这次任务中 有很多的其他一些因素 有天气的 有装备的 油料的 等等一些客观因素 但是最主要的因素 我看还是主观上的因素 因为这种主观的因素 心理上的压力 使得他的很多计划会扭曲 会变形 所以本来你想在自己的基地之间 进行这种飞行 那是玩一样的 非常的轻松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重大的任务中 竟然三架飞机 碰不到一起 没有按计划能够成功的会合 主要原因还是心理问题 所以说第一次投弹之后 除了给广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另一方面 对于后续执行这个任务的 这个飞行员来讲 也是一个巨大的心理的震慑 另外除此之外 我们发现 当时美国先后执行 两次这个投弹任务的这个战机 都是B-29轰炸机 超级空中堡垒 那么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机型的话 实际上投弹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对飞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了 我们从他们的机长斯维尼 反复做祈祷 我们又看出来 他心中有多么的紧张 因为他飞机上带的是什么 是一颗原子弹 不是普通的炸弹 是有很多的意外和风险的 因为本身二艘要投 提前到九号要投 按理说 他是不符合科学严谨的这个要求的 因为是战争 因为为了政治 就顾不了那么多 只能冒这次险 所以说 这次执行任务是非常危险的 美国对这个B-29轰炸机 还是有着种种的担心 所以他在这个国内 在这个基地 都进行了反复的实验 就专门撑进了509轰炸大队 让509轰炸大队 每天来进行这种定点的投射 要目视投射 要定点的 精确的 在万美高空的投射 在其他的轰炸机大队的这些人 也说 你看一天到晚就投一个弹 还搞得神秘兮兮的 还搞得这么紧张 还把他们当宝贝一样的供起来 说明当时美国人也是非常的谨慎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毁灭性的武器 应该说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就是困难重重 那么作为当时的飞行员 斯维尼呢 他没有选择继续在原地 等待另一架B29轰炸机的到来 而是继续向日本的小舱飞行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后续还有更多的问题 1945年8月9日 斯维尼驾驶的伯克之车 终于飞抵小舱上空 但是当他抵达指定位置之后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小舱上空乌云密布 地面也由于之前的常规轰炸 导致能源滚滚 把小舱紧紧地裹在里面 飞行员根本看不清 小舱的地面情况 斯维尼马上联络基地 他在无线电中大吼道 基地基地 小舱上空能见度极差 与之前发来的气象信息 完全不同 任务是否还要继续 到底如何处理 请马上回话 原来按照预定计划 继合轰炸广岛之后 美国本应在1945年8月11日 向小舱投掷第二枚原子弹 但是根据美国气象部门的 天气预报 只有9日这天是晴天 随后连续5天 都将是恶劣天气 无法投掷原子弹 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 美军最高司令部决定 将投弹日期提前到8月9日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 这么简单 此时此刻 小舱的市民 一如既往地生活和工作着 谁也不会想到 在他们头顶上 正悬挂着一枚 威力巨大的原子弹 在空中 斯维尼焦急地等候着基地的回复 伯克支车号 也只能在空中 漫无目的地盘旋 可是看着不断下降的游表 他此时面临的情况 越发严峻 突然 无线电重新有了反应 基地决定 伯克支车号 继续向小舱 执行头戴任务 飞行员降低高度 寻找瞄准点 斯维尼意识到 这是一场 与时间的赛跑 他立刻降低 飞行高度 伯克支车号 穿过云层 在低空 开始寻找瞄准点 然而此时 小舱的日军 已经发现了这架 不锁之客 所有的防空火炮 都齐刷刷地 对准了伯克支车号 如果伯克支车 在降低高度 将会遭到日军的 猛烈炮火 可是如果要提升高度 那么就没有办法 执行美军规定的 目视目标投掷 斯维尼再次陷入了 两难的角色 短片当中 我们注意到 当时美国有一个 非常奇怪的规定 就是轰炸机 投掷原子弹的时候 那么投弹手 必须是目视目标 进行投弹 那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规定呢 原子弹大家都知道 它的威力巨大 但是原子弹 受地形的影响 对原子弹爆炸的效果效应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平原 它就能发挥原子弹 它的冲击波 核辐射等等一些威力 全部能够释放出来 如果说这颗原子弹 投放在一个山坳里面 那么它的杀伤力 会极大的减小 这个原子弹 不仅仅是一颗 用来作为杀伤人员 破坏重要军事目标 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我认为就是一颗政治原子弹 它要起到一个威慑作用 震慑作用 要摧毁日本人 它的抵抗意志 所以说这个弹 一定要投出它的效果 所以目视是确保 它的一个准确性 那么既然是采用目视的话 我们注意到 后来飞行员表述说 当时的天气是雾云密布的 那么这么糟糕的一个天气 对投弹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天气因素 可以说对当时投掷原子弹 影响非常大 在投掷原子弹之前 在搞这个决策的时候 美国成立了一个目标委员会 就是要选择目标 在目标委员会 选择目标的过程中 它在确定的攻击的目标 攻击的时间中 它考虑的除了政治因素 军事因素之外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天气因素 因为这次投弹 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作战行动 它而且还是一种重大的科学实验行为 因为这个原子弹非常宝贵 所以原子弹很因为它要爆炸完之后 它要对它进行效果的评估 数据的收集 所以它要求你目标投掷 需要观测 既然要观测 你首先你这个有云层 你就不好观测 是吧 你不能隔着云层看这个效果 你看不到 所以天气要好 第二要照相 是吧 你要不拍一些照片 但是你要有云层 你照片也拍不好 所以当时天气对这个 这次行动应该说要求比较高 而且我们看到根据当时的记载 如果说胖子这枚原子弹 投掷到日本的小舱的话 将会让小舱以为平定 而此时呢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这架轰炸旗呢 竟然掉头离开了 1945年8月9日 9时20分 伯克支车号在空中盘旋了三周 始终没能找到瞄准点5号军火库 然而就在此时 日军高射炮开始向斯维尼驾驶的B-29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飞机只好上升高度 以躲避炮火 正当斯维尼决定第四次寻找瞄准点时 轰炸机上的无线电再次响了起来 斯维尼兴奋地接听 他以为是基地下达了放弃任务的命令 可是当他接下来后才发现 发来无线电的并不是基地 而是另外一架B-29 据当时第二架B-29上 无线电源的报告 日军此时已经起飞了多架战斗机 向伯克之车飞来 将对其进行拦截 斯维尼立刻将情况汇报给基地 第二次请求更换目标或者放弃任务 五分钟之后 基地发来回电 通知斯维尼调转航向 向另一个备选轰炸目标飞去 而这个目标就是位于小舱西侧的长骑士 为了保证轰炸任务顺利完成 美军再次向气象部门确定长骑的天气状况 根据气象部门的报告 长骑上空天气晴朗 能见度清晰 可以执行轰炸政 然而 当斯维尼驾驶伯克之车号 飞到长骑上空时才发现 这次的气象情报依然不准确 此时 长骑上空80%到90%的机云 覆盖了1800米至2400米的高空 气象条件比预报的要坏得多 同样无法进行目视投弹 斯维尼立刻向基地发出请示 这一次他得到的命令是 必须投弹 不能携带原子弹返航 情急之下 斯维尼决定采用雷达探测的方法进行投弹 正当投弹手准备换用雷达仪器时 突然发现 身下两块云团之间有一大段空隙 透过空隙 可以清楚地看到瞄准点 他立即通知斯维尼 可进行目视轰炸 1945年8月9日10点58分 胖子脱离伯克之车号B29轰炸机 飞向长崎 大约三分钟之后 胖子在空中爆炸 顷刻之间 巨大的蘑菇熊升上天空 据战后统计 爆炸式长崎市 23万人口中的10万余人 当场死伤或者失踪 城市60%至70%的建筑物背后 而斯维尼也由于油料严重不锁 在返航途中在冲绳岛紧急着陆 逃过了击毁人亡的一切 我们看到当时美军注意到小舱不能投弹之后 最后就将目标转向了长崎 我们想知道长崎这个城市对日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长崎本来是可以不被美军轰炸的 之所以被美军投放了第二个原子弹 可以说是阴差阳错 我们刚才说的美国为了投掷这个原子弹 成立了一个目标委员会 这个目标委员会是由一帮数学家 物理学家军官们组成的 然后要确定一个目标清单 后来慢慢的筛显 筛显出了三个城市 京都 广岛 小舱 京都市首选目标 有一个物理学家当时泪流满面 说京都太漂亮了 把他毁了 太可惜了 这不仅是日本的财富 也是人类的财富 特别是遭到了美国当时的陆军部 真的强烈的反对 说你轰炸京都没有意思 这京都有很多文物 因为他非常喜欢京都 所以在他的强烈的这种抵制之下 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就把京都 从目标清单中去码掉 所以京都去掉之后 你再补选一个补谁啊 补长期 把长期列入到这个被选民端 因为长期是当时日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业城市 它的造船业非常发达 所以日本的许多的军舰都是在这个地方造出来的 同时这个地方还有许多住金 我们身后的这张图可以一窥当时 胖子原子弹对长期造成的结果 可以说是到处残垣断壁 现象是非常的惨烈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想知道 轰炸完长期之后对日本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原子弹直接造成了多少人员的死亡 伤亡还是三菱重工日本的造船业的一些重要军事设施的损失 我想还有重要的一面 政治上 我想在人员的伤亡上和军事设施的损失上面 是直接给日本人一个重大的打击 最最重要的还是对日本人民心中和天皇的心理打击 所以说正是由于胖子这枚原子弹 使得日本放弃了继续抵抗的念头 那么很快就投降了 但是说到8月9号这次行动 应该说当时在美国内部还引发了一次争论 险些影响了这次轰炸 具体情况短片去看一下 1945年8月7日 位于提尼安机场的工作人员 正在小心翼翼地坐着原子弹轰炸的准备工作室 远在千里之外的白宫门口 两名陆军高官正在焦急地等待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召见 他们两人希望杜鲁门能够采纳这次建议 然而令他们两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这次提出的建议 却险些引发了美国高层之间的一场内斗 三天之内遭到两次原子弹轰炸 已经见识过第一次原子弹轰炸威力的日本 为何依旧选择拒绝投降 他们还幻想地认为 天皇的诏书是假的 轰炸之前已经获得详细情报 日本高层却为何一直无动于衷 对日本的国民基本上采取的是渔民认识 就是混乱到来去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是一次改变战争的轰炸行动 然而轰炸的目标却在最后一刻发生了改变 长期为何会成为替罪羊 美军气象部门连续发出错误天气情报 油量不够 敌机侵扰 斯维尼如何危机情况下完成致命轰炸 日军情报部门发现美军飞机动向 参谋本部却忙于忽悠日军高层 长期原子弹事件发生的同时 日军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符合日本人一向的做法 特别是日本侦服 日本侦服 第三枚原子弹神秘消失 美军却为何对此只字不提 冰者鬼道也 也许是三颗 也许还有许多 沙场推出不可思议的原子弹命文 正在播出 1945年8月6号早晨八点正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 三架美军B-29轰炸机 抵达广岛上空 此时很多市民并没有反应过来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只见空中出现了眼花目眩的 详烈的白色闪光 广岛市中心上空 随即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 顷刻之间 城市突然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 接着便竖起几百根火炸 广岛市马上沦为焦热的火海 这是美军第一次 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场景 而在这次打击 仅仅过去三天之后 美军准备用B-29轰炸机 故技重施 对日本进行第二次的核轰炸 可就在509混成大队 忙碌地进行核轰炸的准备工作时 美军高层却闹起了内讧 在向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 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 和美国陆军部长史庭生等人认为 原子弹杀伤力太过巨大 在投掷第二枚原子弹前 应该警告日本 限其在规定时间内 动员目标内的平民进行疏散 这样既可以显示美国的人道主义 减少不必要的平民张网 又可以排除日后人们的责骂 使美国不负道理上的责任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 马歇尔和史庆生言之有理 便同意采纳他们二人的意见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 他又专门召开了论证会 听取军政高层和专家的意见 然而令杜鲁门没有想到的是 马歇尔和史庆生的意见 却在论证会上 遭到了大多数专家的反对 多数与会者和军事专家认为 向日本提出警告 会带来诸多弊端 首先 最大的风险 是原子弹在前期实验中 曾经有过多种故障隐患 如果投掷的原子弹出现哑弹 而被日方缴获 那么原子弹的秘密将暴露无遗 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 预先警告会使日本做好充分的准备 用各种武器在重要目标上空 布下天罗地网 包括使用自杀飞机 与飞林的美机同归于尽 甚至还会主动寻找 搭载原子弹的美军航母 那么携带原子弹的美军飞机 还未起飞 就会遭到日本飞机的围攻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核爆炸 那么对于美国而言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急于种种考虑 会议最终还是决定 互提前警告日本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看到基于短片当中提到的考虑 当时美国并没有对日本进行最后的通牒 而是在8月9号这天 直接向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不过我认为美国还是给了日本人非常明确的警告 我们知道在8月6号 美国在广岛投掷的原子弹之后 美国白宫就公开了一份新闻公报 就是在这个杜鲁门签署的这种新闻公报中 美国人明确的告诉我这本政府 告诉我这本天皇 说我们在广岛投掷的是一颗原子弹 如果你们日本人继续抵抗 那么从此之后 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毁灭性的 如雨般的原子鸡牛将从天而降 这是新闻公报的词 日本老百姓不知道原子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我告诉你 相当于2000架重型轰炸金一次性的毁灭 如果你们不投降 那么将会招来更严重的打击 所以它这个宣传攻势非常强 当然美国在投掷第二个原子弹之前 没有明确的告诉日本人 我在什么时间要投 要在哪个地方要投 因为这个角色也是灵机的 所以说抛开刚才您说到那个新闻通报会 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了 那么之前已经在广岛投下了一枚原子弹 应该说这个原子弹究竟有多大的损伤能力 应该说日本人非常清楚的 但是在此过程当中 日本还是拒绝投降 这个怎么去理解 日本当时是什么一个国家呢 它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是以50道精神为主要教育的 所以说日本人的这种抵抗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第二个日本人的他的军队的训练和组织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在二战期间与苏军的战斗中 虎头要塞等等 他们已经在被围了 并且已经听到日本天皇下了投降诏书的时候 他们没有接到直接上级的命令 所以可以说正是日本这种冥顽不灵的态度 最终使得美国在长期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 那么根据现在最新的史料记载 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 当时据说日本的一个神秘部门 已经了解到了美国的动向 究竟什么情况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45年8月6日清晨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收到了一条神秘的电报 这条电报显示 美军一支特殊部队正在向日本广岛飞来 并且该部队可能携带一种新式的炸弹 参谋本部急忙召开全体会议 但是最终 日本对这条电报的准确性还是产生了质疑 于是决定继续观望之后再做定夺 一个小时后 美军携带原子弹的B-29轰炸机抵达广岛上空 此时 广岛城门打开 没有任何防备的暴露在美军面前 直到原子弹爆炸 日本参谋本部也没有下达任何之力 事后 有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当时参谋本部接到报告之后 马上通知广岛防空司令部 拉向空袭警报的话 原子弹带来的灾害至少可以减轻10%到20% 并且当时向参谋本部发来电报的正式号称日军最权威的情报部门 特殊情报部 该部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曾多次准确发现美军的动作 情报正确率高达70% 然而即使这样 日本参谋本部方面还是没能在第一时间做出任何措施 并且在三天后的8月9日 参谋本部再次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当天 日本特殊情报部提前五个小时 就掌握了美军这支特殊部队的动向 并且 这次连来袭的飞机数量都完全摸清 他们立刻向参谋本部报告了这个情况 然而此次 日本参谋本部甚至连这一情报都没有仔细阅读 当时参谋本部的首要任务 是在拟定虚假的作战情况 股东日本高层 放弃投降的想法 就在参谋本部还在忙着应付日本高层的时候 伴随着一声巨响 长期成为了第二个遭受原子弹打击的城市 当日本高层看到这一景象的时候 也让他们彻底放弃了继续抵抗的念头 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参谋本部当中 有一个叫做特殊情报部的部门 那么王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部门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看特殊情报部门 前面是两个字 特殊 我们在资料中和影视节目中 经常会发现 日本呢 它有一个叫特高科 那么特高科是干什么呢 特高科也是一个情报组织 但是这个特殊情报部门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发现重大事情 而不是一些某个小的事件 那么既然说日本对于美国轰炸部队的动向非常了解 包括对他们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都非常了解的话 为什么当时日本没有把相关的消息传达给自己的国民呢 这个符合日本人一向的做法 特别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 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军方 对日本的国民基本上采取的是渔民政策 就是糊弄老百姓 一会儿攻克了美军哪个地方 一会儿攻弹了中国大陆哪个地方 所以它是战悟不慎的 它不会对这次美军的这次对日本重大的这种杀伤行动 给予这种纰漏 因为这种纰漏将会造成日本国民的心理上的恐慌 因为一颗炸弹就能够毁灭一个城市 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你再有什么样的抵抗手段 你想象不出来 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原子弹 你人家有原子弹 你没有原子弹 你有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原子弹 你靠这个人强 靠肉盾 那都不可能 你靠我的现身天皇都不可能 所以他不敢把这个事实告诉普通老百姓 同时更不敢告诉日本的士兵 当时日本的士兵还是非常狂热的 要搞玉碎 要搞本土决战 斗志昂扬 你告诉日本的战士 那当场日本人就会崩盘 所以说这就印证了战后丘吉尔说的那句话 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 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人员的伤亡 也是应该可以避免的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后来美军高官在回忆 这次轰炸的过程当中 他说本来应该对长期造成的轰炸的影响是更大的 因为当时他们对长期投下的炸弹 不只是一枚 究竟什么情况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45年8月9日 胖子在长期上空爆炸 巨大的破坏力给日本带来了空前的导击 原子弹爆炸时的景象 也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记忆 然而长期原子弹事件发生17年之后 一位退役美军高官的回忆录 却再次让他成为舆论的焦点 美军高官爆出惊天秘密 第三枚原子弹没有爆炸 长期消失的原子弹到底去了哪里 在战后任何的解决问题中 没有见到零星半点的这方面的死亡 两枚原子弹采用不同的设计 威力不同却达到相同的目的 小男孩和胖子能否成为 影响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 他的威力主要在于他的正确的威力 而不在于仅仅的爆炸威力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是一次改变战争的轰炸行动 然而轰炸的目标 却在最后一刻发生了改变 长期为何会成为替罪样 京都去掉了之后 你再补选一个补选 补选 补长期 美军气象部门连续发出错误天气情报 油量不够 敌机侵扰 斯维尼如何危机情况下完成致命攻障 过不了美 只能冒这些事情 日军情报部门发现美军飞机动向 参谋本部却忙于忽悠日军高层 长期原子弹事件发生的同时 日军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符合日本人一向的做法 特别是日本政府 日本军 第三枚原子弹神秘消失 美军却为何对此只字不提 兵者鬼道也 也许是三颗 也许还有许多 沙场推出 不可思议的原子弹命人正在播出 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美军中将 1942年担任美国负责原子弹研制的曼哈顿工程区总司令 在广岛和长期的原子弹事件之后 他被视为是英雄 一时间在美国可谓是家喻互想 直到1948年2月退出现役 他才逐渐淡出人们的事 然而就在他退役十余载之后 1962年 他再次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因为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 爆出了一个有关当年 美国对日本实施核轰炸的惊天迷闻 那就是 美国当时不止向长期投下了一枚原子弹 真实的情况 是向长期投下了两枚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 美国为迫使日本投降 分别向广岛和长期各投下了一枚原子弹 可事后 在美国原子弹研制和生产的组织者 退役陆军中将格罗夫斯的回忆录中 却发现 在第二次行动中 美军向长期就投下了两枚原子弹 1945年7月24日 美国负责原子弹研制的曼哈顿工程总司令 格罗夫斯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 就提出了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的四个目标 其中包括首要目标广岛 四要目标小舱 第三个目标长期 以及第四个目标新线 直到7月底 美军高层确定了其中的三个目标 格罗夫斯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写道 广岛是第一目标 小舱是第二目标 长期是第三目标 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从一开始就准备了三枚原子弹 在第一枚原子弹与广岛爆炸之后 美国又积极进行 轰炸另外两个目标的准备工作 格罗夫斯在其工作安排中写道 在洛斯阿拉莫斯 胖子所用的布最后处置完毕 就用C54型专机运到提尼安 另外两个胖子 所需要的一些其他重要物件 则有两架B29型飞机运送 然而到了投掷的时候 美军两枚原子弹都被投放下去 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现 两枚胖子仅仅爆炸了一枚 而另一枚没有爆炸的胖子 却让日军控制了起来 可是由于当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而且位于帝国大学的原子加速器 已经遭到了美国飞机轰炸的破坏 要制造原子弹已经不可能了 后来日本人从关乎民族利益考虑 决定将原子弹交给苏联 从而减轻战后的处罚 我们看到有传言说 当时实际上美国是准备了三枚原子弹 而不仅仅是一枚 但是从当时美国的情况来看 您觉得美国能够研制出三枚原子弹吗 冰者鬼道也 也许是三架 也许还有许多 也许只有两架 但是我认为美国呀 是在经济是在二战中崛起的 在一开始美国呀 出于一种观望状态 发了不少战争财 从它的经济上 实力上 它可以制造出第三架 甚至会造出更多 假如说实验当中 需要一颗原子弹 那么它准备的材料 我想应该是不止一颗 甚至不止两颗原子弹的原材料了 所以说我认为 它具有制造第三颗第四颗的能力 但是在那个时期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拥有第三颗第四颗 甚至多少颗的可能性 也是不太大的 而后来根据这个 曼韩德计划的总司令 格罗斯夫的回忆录当中 我们注意到 他说当时实际上 对于长期投下的这个原子弹 不止一枚而是两枚 那么夏老师在您看来 这句话的真实性 你觉得可靠吗 我觉得说美国人 在长期投下的两颗原子弹 其中一颗是亚旦这种说法呀 不可信 是一个意测之数 这个他的回忆录 在书中也没有明确的说 投了两颗 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不符合逻辑 长期是一个备选城市 是一个小城市 它不是什么大城市 也不是一个中心城市 虽然它很重要 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投两颗原子弹 这是其一 第二 如果假如真的是 投了两颗原子弹 其中有一个是亚旦 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故 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在美国的官方记载中一定有所记载 在战后任何的解密文件中没有见到零星半点的这方面的资料 日本方面也没有 所以就不可振 第二点 这种说法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这个说法是来自于美国人对苏联获得原子弹的这种质疑 美国人说苏联人肯定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研制出来的原子弹 它肯定是偷的 要么是靠间谍 是吧 偷的这些我们的技术 要么就是日本人给它送的 为什么呢 我们在长期偷了两颗 然后有一颗是亚旦 这都是意测之处 假如真的有一颗原子弹 遗失到了日本奔土 那么毫无疑问 美国将出动大批的轰炸机群 把这个原子弹给炸掉 因为炸在日本的奔土 也不是我的奔土 所以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学的这种史料 也不符合美国的作战行为 等于说你也不太认可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但是不管怎么说 确实是由于美国投掷的这两颗原子弹 使得世人领教的核武器 它有多大的毁灵性 那么说到先后投掷的这两颗原子弹 即便外表是非常相似的 但实际上本质却截然不同 究竟什么情况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42年6月 美国陆军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 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 并且为了隐藏真实目的 将其命名为曼哈顿计划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 更是赋予这一计划 以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1945年8月6日 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在广岛爆炸 它也是第一枚 美国正式投入实战中的原子弹 小男孩这种设计的核武器 在使用之前 并未进行过实际实验 它装有60公斤的油二三火 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13000公吨的TNT猎型炸药 当时有人猜测 小男孩的油 部分可能是由德国提炼 德国投降时 德国海军的U-234潜艇 正在运送各种新武器技术 及油原料前往日本 在接到德国 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之后 U-234连同舰上的货物 向美国投降 后来 美军将舰上的油原料 用在曼哈顿计划当中 然而美军另外一枚原子弹 胖子则与小男孩完全不同 它的主要构成元素是 布-239 采用这种元素 使它的稳定性更强 并且威力也更大 据了解 胖子爆炸时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2万公吨的TNT猎型炸药 它的威力比小男孩 要高出许多 王老师我们注意到 美国投掷这两枚原子弹 应该说就是前后脚 但实际上 它们产生的威力 应该说还是有差别的 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威力 我认为不仅仅 我们要考虑它的爆炸威力 主要看它的政治影响 从爆炸威力上来看 因为原子弹 它受地形地貌的影响非常大 它杀伤的效果呀 就会有明显的不同 在平原上 在无遮挡物的情况下 它的爆炸能力 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尤其对人员的杀伤上 和建筑物的杀伤上 如果在山区 它肯定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爆炸效果受到影响 这次在长崎 扔下了这颗原子弹呢 由于长崎啊 是一个多山地的一个岛屿 所以说这颗原子弹 没有像广岛原子弹那样 对人员的杀伤那么大 但是它在政治上的威力 远远比第一颗原子弹 我认为要大得多 主要在于它的政治威力 而不在于仅仅爆炸威力 另外夏老师 我们说至今呢 美国投掷原子弹这种行为 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 当时杜鲁门下令 投掷原子弹这件事情 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 是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吗 当时美国政府的总统杜鲁门 下令投掷原子弹 它主要是从政治军事 这个方面来考虑的 首先它第一个考虑是 从要结束这场战争 尽快地缩短战争的戒指 因为当时日本已经是要搞 本土决战了 那么本土决战当时美国进行了评估 说美国如果靠这种常规的进攻的话 将会付出非常大的伤亡 那么靠普通的常规式的这种轰炸 或者说海军的登陆作战 那美军可以担负不起 所以靠一个原子弹来解决非常好 这是从军事角度 那么第二个是从这个政治角度 当时战争马上要结束了 哪怕是打得很惨烈 战争马上要结束 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主要的对手就不是日本了 也不是德国了 主要的对手就是苏联 那么我就要和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行较量 要摆摆手 看是你的苏联红军 你还是我的原子弹厉害 我们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量一番 所以看把这个投掷原子弹投下去 打的日本 但是给苏联人看 给世界人民看 看美国到底有多强大 要报复 所以综合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和心理的原因 所以东勒门非常果断的坚定的下令 在日本投掷原子弹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御人 以中战诏书的方式 宣布日军放下武器 无条件投降 大多数日本国民 还深陷在原子弹带来的伤痛之中 久久不能平静 虽然日本高层在战后 对美国做法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但是他们必须首先在良知上 深刻反省他们那段 可怕而残忍的战争历史 而作为其侵略和残忍战争手段的代价 日本也成为了目前为止 这个世界上唯一遭到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法国小镇上演大规模登陆战 原本毫无胜算的战斗 丘吉尔为何执意而为 登陆战尚未开始 大规模宣传泄露行踪 一向谨慎的丘吉尔 为何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发电机计划拯救英法残军 作为一名政客的丘吉尔 为何对战争如此着迷 沙茶 敬请收看